人死之后 为了不浪费土地资源 防止污染环境 在专家人士的倡导之下 毅然决然的是把土葬改成火葬 让百来金的人类化作了一棚骨灰 跟着一个上千块的小盒子埋进土里 这样看火葬和土葬在本质上没啥区别 就是人为的 把去世的人和装人的盒子缩小了很多倍 最后还不是得埋进土里头 火葬厂的人经常说 死人的骨头是没有办法完全烧生灰的 既然如此 骨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今天就跟着探索军一起看看 人的骨灰到底是什么 在江苏某地就有这样的风俗 逝者在去世之后 遗体会放进棺材里进行土葬 等到三年之后 肉体腐烂再把骨头取出来 放进一个坛子里 然后在家中找上一块田地进行半掩埋 前后三年就把占地的面积大大的缩小 最主要的是木地不会和庄稼真阳光 附近的庄稼还能长得非常的好 腐烂的棺木也能够循环利用 这不就和火葬的结果是一样的慢 省掉了火化的过程 但是增加了时间成本 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 现有的土地确实很难满足土葬的需求 相关数据显示 全世界每一分钟就有100多个人去世 一年就是5600多万人 火葬的推崇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人们一直以为死去的人被火化之后 就会变成粉末状 可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葬礼结束之后 逝者的遗体就会被送进焚化炉中 你会发现一堆灰白色的粉末产生 其实呢 这就是死者身上的衣服和肉体 一部分的骨骼是很难被烧成灰的 于是有些地方就诞生了 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习俗 前骨 甚至还有人把骨灰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久而久之便有传言 火葬场只让家属带走一部分的骨灰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